打坐一定要做很久吗 一般来说呢 打坐呀至少得半个小时 才能进入状态 半个小时以后的练功啊 才能出现功效 所以啊传统的道教修炼 打坐呢都强调至少 做上两个小时才能出功夫 现在很多人打坐 连半个小时都做不了 更别说两个小时了 所以啊不出功夫是很正常的 那我怎么才能做得久一点 我的经验是呢 第一开始打坐时啊不要贪多 如果时间充足 可以一天做多次 不要一次啊就做几个小时 可以一次十来分钟 慢慢的把时间再延长 总之啊不要想一口吃成胖子 第二呢就是打坐过程中 难免不痛的 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忍 但是啊也不能太忍 一般来说 如果啊在前一次基础上 再忍上十分钟 是应该没有大问题的 这个时候啊不要想去静了 只要是能坚持下来 就是打工一键了 第三点啊 打坐时呢要有一个身心分离的过程 如果过了这个过程 久能久坐了 比如打坐中呢可能会脚痛 这时呢你要想 连脚都不能降伏 还弹劾降伏其心呢对不对 等一下子啊 这个心静下来的时候 痛呢仍然是痛 可是啊心不在于痛相随了 出现了这种真实的身心分离的感觉 也就是啊为久坐打下了基础 当然了以上所说 只是久坐的基础 离真正的修行功法还差得远呢 所以说修行哪是那么容易的事呢